在郭艾伦提出想要跳出舒适圈 接受新的挑战 向辽宁南兰提交转回申请的第三天后 俱乐部正式做出了回应 无论郭艾伦去留与否 愿意为其提供最佳发展平台 看似滴水不漏 尽显格局的背后 针锋相对的意味十分明显 在郭艾伦离队留言方面 俱乐部表示 辽兰能为郭艾伦提供在国内联赛中最好的平台 作为自己清训培养出来的优秀运动员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郭艾伦 以他为核心制定全队战术 上赛期夺冠 郭艾伦起到了重要作用 希望他能继续成为 辽兰未来征冠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行间透露着郭艾伦是球队核心 而且从清训到CBA 俱乐部培养方面付出了巨额代价 并不会轻易放任郭艾伦跳出舒适圈 并且坚持使用地类顶心合同中的独家签约权 另外一方面 如果郭艾伦能够获得NBA或者欧洲联赛 这样的海外高级别联赛合同 俱乐部会全力以赴的支持 无论如何 只要郭艾伦愿意在辽宁打球 母队大门永远敞开 也就是说 辽宁男兰支持郭艾伦去NBA和欧洲高水平联赛 更高的舞台去展示自己 但是想在CBA转会效率 其他联赛门都没有 毕竟没有人会割自己的肉去喂狼 辽宁也肯定不会为自己之后的夺冠添堵 2022年无疑是史上最热闹的CBA转会市场 湾区一龙频繁抢人 从上赛季在NBL效率的刘传心 到如今的朱松伟刘晓宇等等 多知海外球队和赵瑞也有过接触 目前联赛的条条框框限制了球员流动 但无法阻挡球员走出去 在别的联赛效率 由于公资帽已经门票收入大打折扣 很多赞助商撤离CBA市场的情况下 联赛运营出现了很大问题 有流量的留不住 球队老将也留不住 毫无疑问球员是职业联赛里的重要资产 而球星是更为重要的核心资产 更需要经营 一个表现突出 处理拔萃的孩子 在自己家中受到了偏见 受够了所谓的规则 想要离家出走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也许真的是无奈之举 现在想想自由球员不自由 这样的规则真的没有问题吗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